大家好,欢迎来到觉知奇门 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性命的人越来越多了 说这话,并不是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迷信了 而是说随着我们的年龄和经历的增长 会发现有太多的穷而不得 就好像有些事情是自己再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 冥冥之中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牵引着事物的走向 让你不得不怀疑是否真的有上天安排这种说法 最后不得不与自己和解,相信有命运的安排 对此,年龄越大,经历越多的人越深有体会 如果你身边有些能量很强的人,你们关系又特别好 问他们是如何起家的 他们不会像对外所说的那样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辛苦付出所得的 反而会偷偷告诉你自己是因为一个契机才造就的今天的成就 这点,很多成功者身上都能得到印证 当然,这并不是要告诉你这是一种玄学 而是他们身上都有一种所谓的玄学特质 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分享给大家 在开始前,谢谢大家的支持 在每个视频的最后,我们会分享如何运用奇门中的吉门 来提升我们的运势和显化心愿的方法 如果你喜欢这些内容,请给我点赞并订阅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确保不错过任何改运风水仪式 首先,拆解一个很多人并没有读懂的改命案例 那就是鸟凡自讯 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讲的是原鸟凡通过行善积德改命的故事 殊不知,这其实只理解到了最浅显的一层 而更深层的内容才是真正的改命核心 我们先一起回顾下鸟凡私讯大致讲了什么 这本书是袁鸟凡写给自己儿子的 讲的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神人 把他的一生算得特别精准 包括每次考试的名次 何时从政,官代何时,奉不几何 又说了没有子女会在53岁去世等等 后来意义应验 导致他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期望 之后在七霞山又碰到一位高人 告诉他命运是可以通过自己改变的 如何改变命运 简单来说就是要做善事多积德 这位高人讲的对吗 对于没有悟性的人来说 理解到这一层只能说这个人是个平凡的人 更深层次的内容呢 我们还是要借由王阳明先生的观点来论证 王阳明先生的核心观点就是 心,知,行合一,知良知,心物合一 这四个观点都是围绕着心为起点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每个人的心和知由于经历和阅历的不同 他们的心念,观点和认知都是不同的 王阳明说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以之动 知善之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那请问如何区分善恶呢 比如你放过了一个恶人 这是善还是恶 你会发现 每个人对善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再者 每个人心里的内感称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句话并不能代表王阳明先生所讲的核心 许多人把知良知理解为做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虽然也是良知 但并不是王阳明先生要表达的良知 如果你好好琢磨他所讲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他想表达的是良知于天理 内化于心 什么是天理 天理就是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 是自然秩序 是社会法则 什么是内化于心 就是以心为本 通过道德法则符合天理来完成你心中所想之事 这才是真正的心无合一 那么这些和改命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会发现以上两点都共同讲到了善 似乎做好事就可以改命 但如何做好事 什么才是好事 好事就是利他 那么在利他的同时 也能利己就是好事就能改命吗 到了这一层呢 你已经超过了那些余善的人 但这还不足以让你超凡脱俗的改命 道德经理讲上山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无争 居众之所无故 基于道义 老子就是在告诉我们 想要在生活的实践中趋和于道 你就要以水为法 去效仿一下水的做法 水是怎么做的呢 老子说了 水不仅会利万物 使万物受益 同时它也会不利于众生 而使众生憎恶 但是无论万物众生是受益还是受害 是喜欢还是讨厌 水的表现都是平静且安住自在 简单来说呢 就是三个字 平常心 水才不会去在乎 水的利益得失和好坏感受呢 水从来都不会被这些内容所左右 从而影响到自己的行为 水只是行所当行 遵循着自然的规律 安住于自己当下应该做的事情 水是无所助而为 是自信而为 所以说水的表现是接近于道 和于道的 这才是老子所要表达的东西 之所以老子要拿水来打比方 让我们去效仿 是因为我们人所表现出来的 往往和水正相反 人是自私的 是利己主义 就算你天天喊着口号 张嘴闭嘴要利他 但是你本质上 其实还是在利己 因为你觉得这样会给你增加福报 会给你带了一个更好的人生结果 这不还是利己吗 人一旦做了好事 帮了别人 利了万物 利他了 对地球做了一丁点的贡献 就生怕别人不知道 又有几个能做到像水一样 无怨无悔呢 人一旦做了不利于众生的事 被别人讨厌 憎恨了 以后呢 马上就会陷入到深深的不安 有几个能做到像水一样 只管寻道而为 我完全不在乎你恨不恨我 讨厌不讨厌我 喜不喜欢我 我自坦然拒之 我内心自在 坦然且安住 你看水 才是真正做到了 不助于对万物众生的厉害 不助于万物众生的好 水的存在 运行和呈现 并不是以万物众生的利与不利 好与恶作为驱动的 这就是水符合于天道的原因 故水基于道义 所以有句话这么说 实时求是 按规律做事的人就是神 神级 道级 规律 但遗憾的是 能跳出社会习惯 带着觉知 无所住的遵从规律和良知去做事的人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 却是凤毛麟角 所以说 天下之人 凡夫俗子居多 好 重点来了 我们该如何效法水呢 既然水善是无所住的 自信而为 为所当为 那么 我们要是想成为一个合于道的善人 只要照着水去做 去照着水在世上修炼 那不就好了吗 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举几个生活中的例子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首先 在起心动念和感情情绪上效法水 也就是不助于厉害因果与好物的评判 而起其念 动其情 可以随时观到 绝照到自己头脑里生出的那些 有所住的念头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绪 然后通过如实的观照 让自己和它们剥离开 重新回到水那样的有劲 无所住的状态 重新回到觉知 其次 在语言说话上 一定要多加留意 因为你的语言是你想法的体现 所以很重要 那我们在语言上要如何去效法水呢 做到和水一样基于道 那就是要做到不助于外界的厉害 好物 只是去寻道而言 实事求是的言 同时做到了内在平静且安住 这就是在语言上效法水 然后 在日常的工作中 你要像水那样 不助于自己领导 还有同事们的厉害关系 利益得失 毫无评判态度等等 不受他们的影响和支配 你就是单纯的只按事情本身的规律去做 单纯的想要把这件事给做好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最终会获得做事创业的核心能力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靠混关系 靠职场的情商 靠这种短暂的名利得失 最后到头来 很可能是一场空 因为你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获得做事的能力 那注定不会长久的 再往后呢 就是急与不失 像水一样 不以万物众生的利与害 好与物而与之 那你的这个急与 就是符合于天道的 天之道损有余 而补不足 当你并不是为了利益 损害水 也不是依凭于任何人的好物和态度 或者说为了讨好谁 而去不适合急与的时候 同时 你还能一直保持内在的平静与安全 那么你的急与就合于天道了 这就是佛家所讲的 无所助而不失的境界 大家好好体会一下 这和我们平时的不失 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平时所说的行善不失 其实在内心深处 你还是有所助的 有所求的 你可能是想要一个好名声 哪怕你只是想要得到一些福报 或者消除一些业障 或者让自己感觉舒服点 这些也都是自己的目的 不是吗 并且你在不失和急与的时候 往往还是有分别心的 只有你喜欢的 你不讨厌的 或有缘的 你才会不失 是不是如此 但是这样一来呢 你的这个急与和不失 就不是符合于天道的 这样其实并不会让你有什么真正的功德 接下来最后一个 在做选择和决策时 也要基于道 也就是要能做到像水那样 不被利火 害所驱动 不被自己和别人的好物所驱动 而是知行合一 为所当为 寻道而为 去跟随着良知 做出你的选择和决策 并且当你面对诱惑 面对取舍 面对压力时 你的内在都要能保持平静且安住 当你做到了以后 你就一定能把握住 属于自己的天命机缘 或者说天命事业 如果我们能在以上的几个生活情境当中去实修 去做到效法水的力万物而有尽 物重而居之 那体现在这个红尘世界当中的境界和状态呢 就是两个字 不争 不争便是无求 不以任何执着所求而为 不被任何所助而驱使 只是寻道而为 只是为所当为 这便是天人合一 心经也告诉我们无所得 故心无挂碍 心无挂碍了 你才能度一切苦恶 究竟涅槃 当然 你也可以理解为 这些都是一种无为的状态 但是这种无为 不是无所作为 而是在扫除了各种好物 得失等等的分别后 逐渐使自己的良知 本心得以显现 在明了自己本心的基础上 我们自然会懂得哪件事该做或不该做 该怎么去做 我们也会懂得 更重要的是去体验 享受每件事情发生的过程 而不是迫切要跳转到的那个结果 无为是一种境 但这种境是动中有境 这种无为就像是一种与梦幻泡影的 现实世界合一的状态 一种真正的无为无我 但我无处不在 真正做到了随遇而安 逍遥由于世间 这时候你会发现 自己什么都不缺 不缺钱 不缺爱 不缺智慧 不缺健康 不缺朋友 不缺贵人等等 甚至这些方面 你还会都变得更加富有 在粗俗点来说 你还能成为一个有钱人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改命力法 好了 最后我将分享给你有助于吸引好运 以及净化心灵的方法 运用奇门中的奇门 来帮助我们提升运势 具体方法如下 2025年1月17日 时间15点至17点 方位 西方 修门 吉门 有助于 婚恋感情 人缘贵人 方法 家中西方放一杯饮用水 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7分钟后 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2025年1月17日 时间13点至21点 方位 西方 生门 吉门 有助于生意求财 健康医疗 方法 家中西方放一杯饮用水 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7分钟后 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2025年1月17日 时间19点至21点 方位 东北 开门 吉门 有助于工作事业 开拓市场 方法 家中东北方放一杯饮用水 接下来 为自己的愿望祈福 约18分钟后 再对着水杯吹一口气 慢慢喝下水 并冥想心中达成的愿望 吉门的用处远不止于此 生活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用 吉门 吉时 吉方 来进行风水仪式提升能量 吉门 不建议用于杀生 补博 埋葬 讨债 这些事情 这属于四胸门的范围 不建议使用胸门 好了 在此 我特别欢迎大家关注 并点赞陈林说风水这个频道 转发评论 点燃希望 共同传播正能量 你的一小步 可能为他人点燃一盏明灯 而这样的功德将是无量的 愿你我共同努力 将善念与愿力传递 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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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